財務壓力 對 這些債券正常來講 它是非常安全的投資標的 正常來講它流通性是非常高 不過有一個算是CEO 他是ATP Group 就是丹麥最大退休金的CEO 他特別提到 因為他當時在2013年年底 他只要出售這個 有70億歐元的現金需求 所以這個退休基金 當時他管理規模 大概是1100億到1200億 這個歐元的規模 當時要處分70億歐元的 這個德國債券 他本來認為說 那個是非常好的流通性 結果發現他賣不掉你知道嗎 德國國債賣不掉 沒有掛單 沒有報價 沒有報價 就是說大的銀行他也不報價 所以他就覺得很恐怖 就是說我想賣的時候賣不掉 就像我們本來認為說 台積電是流通性很高 我來隨便買 隨便買 結果哪一天我想賣 比如說賣個七萬張 下面沒有買盤 對 那就很恐怖的事 也不知道 賣了可能就有買盤 可是因為你不知道 底下沒有掛單成交 五檔揭露是零 這賣起來會怕怕的 對 他就面臨到這種狀況 所以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傳統的這個風險分散分析 這個長得還滿帥的 那已經失效了 是 那因為這個FED釋出的流動性 已經這個膨脹資產的價格 是 讓所有的資產都已經同步走高 對 那所以未來這些資產 也可能會發生同步走低的現象 是 所以其實你現在看到這些 尤其像德國公債或美國公債 其實目前大概是有一種流動性的風險 所以他波動幅度會特別大 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公債的價格大跌 那還有一塊說他目前影響到的 或許有沒有直接相關我們不知道 但是其實還是有些很巧妙的一些地方 就是說很巧合的地方 就是比如說我們看到臺北股市 最近有稍微的一個回檔 對 但是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東南亞股市的部分 包括股匯其實都是屬於重挫 你看一下 這是東南亞的這個指數ETF 其實大概是從五月份開始 一路往下崩盤 跌六七趴 這跌的幅度非常大 整個東南亞區域指數 跌六七趴蠻多的 對 這跌非常多 對 那這種現象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兩年前也發生過一次 是 就是2013年的五月份 剛好是兩年前 那當時我們把它抓出來 這是美國十年期 這個公債的殖利率 那當時也是從大概五月份 就一路往上攀升 那你看一下這個是東南亞的ETF 當時也是重挫一段 對 剛好是完全是負相關 對 剛好完全負相關 那當時就兩年前 當時是傳出QE要退場 那現在可能大家在傳 可能是什麼時候升息 那不管反正就是感覺上 美國公債的殖利率狂升 然後這個東南亞的股市重挫 假設殖利率大升 公債會大跌 投資等級的債券也會大跌 對 那正常來講就是說 哪些可能會受到影響 但目前還是在相對高的位置 比如說這個是 MCEI的這個非中東指數 對 非洲中東的指數 對 非洲中東指數 其實目前還是維持在高檔 對 那另外就是新興拉美指數 是 那拉美一般來講 是跟這個原物料比較有關係 可能是這部分的一個反彈 那另外就是 MCEI新興東歐指數 東歐其實最大的權重就是俄羅斯 對 那我們知道俄羅斯 其實最近這一年 最近這一段時間坦然滿兇的 對 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個全球高收益債券指數 對 這個就很妙 目前還沒有反應 是 但正常來講 應該要反應才對 對 所以其實它有點時間差 就最近的這個公債指數 所以很怪 最近就是一個公債是好學生 公私債基本上就是第二流學生 那高收益債是垃圾債 基本上是壞學生 老師出一個考題 全班第一名被當掉 第二名不及格 第三名沒感覺 對 考最好 還維持在高檔 對 這很特別的現象 那目前來看的話 你如果說以這個 我們剛剛把它綜合起來 這些比較強的ETF 其實有些是跟原物料有關 那高收益債 我們是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強 這很特別的現象 那我們看一下這是 這是原物料的這個CPI指數 對 CRP指數 目前大概是盤出一個底部型態 那最近當然我們看到這個 全球氣候異常 臺灣是缺水 像美國是 乾旱 美國有些地方是水太多 對 所以造成今年的話農產品 可能會大漲 東部是水災 西部是旱災 對 那這種情況下 會不會造成原物料的一個大漲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造成通膨的一個上升 那其實債券的壓力其實越來越大 那這地方一方面會影響到什麼 第一個債券本來就會大跌 對 第二個目前來看的話 債券跟股市是同步的 第三個會影響到什麼 就是房地產 因為房貸利率那是直接相關 這可能要特別留意 好 我們注意到 因為這次德國債 就陳如剛剛俊敏提到 他進入一個恐怖的一個境界 原因就是上上因為大部分的國債 像德國國債被歐洲央行買光了 那美國國債被FED買光了 日本國債被日本央行買光了 那買光有問題 就這個市場變得很冷 沒有人有 那沒有人有也沒有人想買 因為利率被各國央行壓得很低 所以雖然價格很高 沒有人會賣 因為央行不會賣 但問題他一拉回也不會有人買 因為他價格跌得不夠多 所以變成全球最重要的幾個 指標利率市場 他出現了一個價格真空段 你一買 他就噴噴噴噴噴噴 一賣 沒有人接 忽然發現好恐怖 竟然過去我們講20年前 債券市場的規模 遠遠大過股票市場規模 可是現在債券市場規模 已經說到不能再說 像台灣國債市場 說掉了10分之9 剩下了10分之1 當一有狀況發生的時候 忽然發現原來在這個屋子裡面 沒有別人 我要請到宇龍做觀察 因為這個債券市場 現在跌勢還是持續 甚至我們說第一波的V型反轉 感覺都還沒結束 那會不會來第二波 像美國國債已經進行了 第二波的一個利率反彈 像德國債 說實在話 連第一波都還沒走完 這個第一波 第二波走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觀察 好 那我想其實基本上 大家現在一定要想說 錢到底到哪裡去 債券他直率可以這樣 快速的往上去做拉升 我想其實基本上 讓我們從張圖可以看出來 這題外話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昨天佳士德拍出來的 歷史新天價的一幅畫 蒂卡索的畫 這叫做阿爾吉爾女人 這拍了55點而已 你中威力彩中兩隻 都買不到這個東西 對 比如說錢 其實基本上網送藝術品去走 其實在最近 其實整個債券市場 這種快速拉升的過程當中 其實基本上 我們要去思考到一些這種 因為其實剛剛俊明有提到過 第一個油價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會造成整個所謂一個通膨的 一個因素開始去做個發芽 其實基本上對固定收益 這個部分一定會有很嚴重的影響 你看今天中華電信跳空 這兩天像台灣大股價也很弱 因為他們是固定收益 現金殖利率高的這些 那種股票其實相對來講 就會有一些壓力在 所以這個泡沫 泡沫 什麼時候破滅我們不知道 但至少今天從債券市場 領先做泡沫的破滅 而且官媒要特別注意到 因為德國 德國是這幾年carry trade 最重要的一個市場 為什麼 你借歐元 第一個 利率是負的 你借歐元 它貼你賬款費 第二個 歐元是貶的 所以當德國國債 引發了一波反彈 包括歐元最近從1.05 談到1.13 這個全球最大carry trade 以前是借日元 現在是借歐元 一旦這個槓桿消失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跟影響 可是我們看到全球資金過剩 大家股債雙殺 拉警報 可是現金最大也要拉警報 兩個警報 不一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要先從台灣 對於利率最敏感的 除了電信股之外 就是房地產 台灣的房地產 我們看最新永濟房屋公共的資料 第一季有的地區跌了10% 到底在哪邊 竟然是台北市的精華地段 開始出現價格比較鬆動 開始出現重挫發展 到底哪些地區 從大台北當中開始領疊 我會幫你做一件美的解釋